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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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是雪拓 今日我要跟大家算是微微地分享一下 說到體驗會 雪拓從第一彈有被受邀 去參加體驗有現場活動嗎 二彈沒有 三彈有參加 四彈沒有 五彈有參加 六彈有參加 目前為止的參加的次數是這樣子 而在試玩呢 雪拓一開始 針對這一個小時的遊玩時間 我第一個就設想到說 如果真的要最大化獲得卡片 照理來講 這一個小時就是快投 因為我們貪圖就是那張卡片的獎勵 以及卡片的數量 就盡量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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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次試玩的時候 就聽到有玩家從頭到尾都是用快投的 我不確定這一個到底是誰啦 反正他就是一直快投 最大化我不確定可以投到多少 因為我沒有去測量 自從那一次之後有被限制說 快投盡量不要投太多 爺爺有講說所有的模式都要玩過一次 不能只快投之後的調整 在上一次呢 可能五彈之前都還沒有限制說 你的快投只能投幾道 頂多就是每一個模式都要玩到就可以了 可是到了上一次的Legend二彈的時候 就有限制說 你的快投次數最多只能三次 我看到這個限制的時候我是笑了 因為竟然連快投的次數都要被限制 可能真的有人也還是投過頭了 可是如果你真的運氣比較好一點的話 你在每一次都可以兩隻兩隻都捕獲下來 那你最大程度也可以拿到七張 有時候說快投會比較好嗎 是比較快速一點 也並非說一般對戰模式是不好啦 本次學術體驗的時間會比較後命一些些 如果運氣好一點的話 maybe可以撿到別人所打不下來的五星也說不定 上一次試玩好像沒有積分前三名贈送的禮物 那這一次有講說會挑戰積分挑戰在五星的強度 前三名高分者會獲得神秘的小禮物 他這一邊有講說對戰的寶可夢是冰、妖精、鋼、地面、龍跟飛行的屬性 我們依序做排列的話 我覺得很有機會這一次五星也許會有我們裂空座 可是我不知道這個裂空座是不是Mega型態的我不確定 因為我有去查詢一下日本彈數看一下說到底有哪幾隻沒有出現 純冰的四星我唯一想到的難道是雙麒麟嗎 不會啊 冰加妖精的有哪幾隻 我現在其實有點不大確定說到底在這一旦會是哪一個 難道會是冰衣部嗎 鋼加妖精我合理懷疑馬基亞娜 他後面講說地面、龍跟飛行 地面加龍的話是有地面加龍的嗎 純粹的地面系我會想到的是 顧拉多 可是顧拉多跟蓋歐卡照理來講這兩隻應該會一起來 龍跟飛行的話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裂空座 所以我才大膽猜測說在這一旦可能會有裂空座出現 給大家看一下日本彈數到底有哪幾隻好了 好 從我們日本蓋歐雷的網站上面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欸等一下龍加地面對齁還有Z神 這一旦也是有機會可以出現Z神耶 Z神加裂空座有可能嗎 我覺得有可能還是說裂咬露莎 裂咬露莎也是符合地面加龍耶 可是龍加飛行的話我只會想到裂空座耶 對啊所以應該有裂空吧 這一旦應該會有裂空才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是有洛奇亞嘛 可是洛奇亞是超能加飛行系 不是純飛行系耶 我們可以好好的期待Z神在這一次可能會出來 在底下呢可以看到這是日本那邊 從一彈到後面彈墨的所有的配表 我看了一下滿多都是我們所熟悉的那幾隻 來去做重複搭配並且在進化以及傷害在往上升 很多人會講說喔怎麼都那幾隻我都打過了 往後幾蛋還是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無可厚非的 而且在往後幾次的更新 maybe可能再更新一個四五次 就如同雪座所說的 寶可夢的重複率就會達到最高點 本來我還在想說本蛋會不會還有什麼其他的沒有出到 後來想了一下如果Z神真的會出的話 那沒準呢我們鳳凰跟洛奇亞也許在這一次也會復刻也說不定 上一次呢是義獸嘛 蚊子都出來了 那自然在這一彈蚊子就不大可能會再出來 你看這邊有裂空座 我猜是這一隻的裂空座啊 至於鐵火灰葉是否會在這一彈出沒 我也不大確定 我猜這一隻應該也會被歸類在義獸來去組合出現才對 所以這隻出了 沒準電書墨應該也會出 他們都不會是單獨的出現 都是一頭拉座的家族出現 如果本蛋以裂空座Mega來當作主打的話 我認為還算是蠻不錯的 裂空座Mega這個傷害呢 相信是非常之高啦 不再是5050的暗變成6060的暗 可是它50的傷害已經很高了耶 60幅度有點太少了一點 可不可以變到70啊 變到70好像就有點太難了 唯獨電貓沒出現 所以在這一彈電貓我也在思索 有沒有機會出現 三神鳥這幾張圖呢 都已經出過了 四星的話我就不再多做解釋 因為四星到底出哪幾隻 我真的沒有什麼太多的興奮感 倘若有出伊布家族 我就是把所有伊布的屬性都湊在四星的話 那我覺得四星會蠻好玩的 對 四星會蠻好玩的 仙子伊布有出過了嗎 我有點沒印象耶 仙子伊布出過了嗎 然後我那時候在看其他的表的時候 我就有看到阿爾宙斯的屬性系列 所以我也在想說 該不會也有阿爾宙斯的全屬性 來去做收集吧 那在更後面幾段的其實我就 覺得不大可能會出現了 二十大王跟四二真龍 我這一些好像也沒有看過耶 相信大家心中也有數 大概有幾隻是沒有出現的 可能會出的也說不定 就是異獸阿阿爾宙斯系列阿 我們的Z神加烈空座Mega 這是在Legend三彈 雪兔最期待可以出現的 假設真的有出現Mega 那我會真的很開心 也祈求著電貓在這一次呢 可以出現 那在這一次 因為我們要去打活動對戰 他給予的是冰妖精鋼地面龍飛行的屬性 我們要去拿哪一些的寶可夢來去做對抗呢 目前雪兔所想到的 就是一開始拿格鬥加有鋼的來去對抗 格鬥打冰和鋼是不錯的 妖精系的話就用鋼來去對抗它 沒準的話應該是用三星加二星的 三星的格鬥系加上兩星的鋼屬性 如果鋼被打死了 就換上四星的冰屬性 沒有四星好用的冰屬性的話 那就是用五星的冰屬性來去打看看 冰屬性打龍加飛行是四倍雙 一擊秒殺 如果是龍加地面的話 只要有龍 基本都不用擔心太多 地面系是怕冰嗎 冰打地面系也是不錯 如果後面兩隻五星是出 裂空座加Z神的話 冰可以直接把這兩隻秒殺掉 這個也要看你的Z招有多強大啊 四星的冰屬性有Z招的哪一些啊 焰白球的M5就是還蠻不錯的 或焰黑你都行 他們的冰的Z招都還算蠻不錯 二星的鋼屬性哪幾隻好用 跟三星的好用的鬥屬性 如果真的 沒準應該也會塞路卡利歐吧 三星路卡應該可以吧 這樣子是可以打出高分的 組合2-3-4 如果真的要穩一點的話 那就是3-3-4 不知道你們對於活動對戰的寶可夢配屬 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以及在這一次的Legends三彈 期許著哪一隻寶可夢上呢 各位觀眾朋友們寶寶雪兔 希望你會喜歡這一次的影片 訂閱雪兔才可以看到更多影片 最新消息也記得按下你的小鈴鐺 再不會錯過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各位掰掰掰掰